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常乐故事会 便滔滔不绝的七群老人 名叫陈范鑫 1963年开始 学习踩高枪 成为当时 湖南秘罗常乐故事会的主角之一 至今已有60多年 作为中国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民间行为艺术 常乐故事会 从秘罗正月间举行的祭祀活动 与上园闹花灯中演变而来 每年春节 秘罗常乐街上都会举行斗故事活动 当地人通过编扎和演绎 在线历史典故与民间传说的场景 相互比拼故事的惊奇闲巧 陈范鑫告诉记者 常乐故事会按类型分为地故事 地台故事 高彩故事 高敲故事 四大类 随着时代发展 故事内容也从成绩传统故事的基础上 增添了许多现代故事 故事数量达到近400个 作为常乐故事会 国家级飞衣传承人 陈范鑫在父亲的影响下 11岁就投入到常乐故事会的演绎当中 从踩高枪到学习各种故事场景的编扎 彩绘造型等 至20世纪80年代初 他已全面掌握常乐故事会的各种知识 1988年 在陈范鑫的多方奔走下 曾一度间断了十多年之久的 常乐故事会重现常乐街 在他的倡议下 当地以常乐镇麻市街300米处为界 分为上下两市街 开启了上市街与下市街禁言故事的时代 而陈范鑫也从台前走向幕后 开始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 与常乐故事会的传播发扬 我选择的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在长乐街的乡下 比股市 一比就是比精彩啊 比手用啊 比巧妙啊 开学的不是在得多啊 在得好 是实际上的特别全场 第二个是对外接聊 我们出去 比如到北京都去了八年 到共同啊 到雄海啊 也看人家的其中部队嘛 第三个呢 现在正交易会等 然后一个月 分手到手机里 搞得痛苦 把故事的这些政策啊 理事员员啊 这些民家 比故事啊 到手机里搞苦 用书生 能够绝部下去 如今 随着常乐故事会 逐渐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一到过年 常乐街上总会聚集许多游客 前来观看故事会 不仅带动了当地的文律产业发展 也让常乐故事小镇声名远扬 一些外国友人 在看过常乐故事会后 称赞其为神奇的东方魔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